環保對很多人來說 可能是一種生活態度 對我來說 環保已經成為了我的專業 未讀這一科之前 我以為控制噪音 研究一下循環再做 就等於環境工程 但了解多了 發覺這個行業 真的一點都不簡單 特別是不同科技 應用在工程管理 能源開發 廢物處理等方面 都幫助我們的城市持續發展 後來去到外國交流 更加是大開眼界 實習的時候 我有份參與鐵路工程 對大型工程管理的認識 更加深了 畢業之後 我加入了實習那間公司 開始了我的環境工程專業 我終於都明白到 Professor所說 環境工程管理 不單只是一份工作 更加是一份社會責任 協力工程 你不可以看到